首先说,周培公的这一生是辉煌的,也是悲剧的,辉煌的是,他作为汉人,在平三番,率领一群家奴虐了查哈尔王的叛军,挥师西区,劝服了王府陈归祥大清。 这样的功劳在当时平革王侯也不过分,悲剧的是,他是个汉人,在大清被满人统治的情况下,汉人是不会被重用的,功劳那么高,控制着二十多万大军,肯定会被朝廷上的人怀疑用兵自重。 所以康熙要他去满人的老家,圣经去养老去了,并死在那里。 清皇室所用的蜡烛和其他日用品都是有专门的作葬来生产的,由皇室管理系统人员,也就是太监来监制,又专门一套严格的监管和使用制度。 来不得半点把护,要是出了问题,就是严重了事件,轻则各种处罚,重则砍头,所以正常情况下是很少出现问题。 况且是所有蜡烛都这样,周培公当夜深处深宫之中,又加上当时大清风雨飘摇,处于一种奇异发生动乱的状态,朝堂议事本是严肃的事情,不是过于人节。 突然环境有异,其中必然有诈,这个时候固定责任人的制度就产生了作用。 宫廷内务都是太监来管,各层各级下来检查,都没有发现问题,说明这不是单太监的问题,而是一个群体,在这种严静的形势下,皇宫严密叶延。 大臣们也是紧绷着神经,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情况,所以当这陪公发现连续几个蜡烛都没法点亮时,于是判断是太监专门将蜡烛连而抽走,一变成黑号作乱。 对,没有确定是让经过的,会训续几个蜡烛连而成黑号作乱? 在这里,在这陪公发,会训续几个蜡烛连而从小鸡烛连也上控制。 现在我们一起选手上完好天销。 我们先在这支席前来体验的地道,